欢迎来到树民大头家 中油 台电 去年亏损 都是百亿千亿起跳的 但是所有的员工 4.4个月的年终奖金 可以领好领满 献煞了一般的小老百姓 就连有关股色彩的中华邮政 都很眼红 大还不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邮政 他们因为受险业的避险成本暴增 拖累了他们的获利 因此烤鸡是首次 第一次被打成了一等 所以有2.6万的员工 这一次恐怕领不到 这4.4个月的年终奖金了 所以中华邮政说 他们要向行政院来提出身负 当然了 其实我们所有国营企业的基层员工 都是兢兢业业的在工作 但是有多少的绩效 领多少的奖金 你不要羡慕人家台电跟中油 他们是严重亏损 他们能够拿奖金 是全民在买单的 好了 那淘基频频爆出了停电漏水 离跑道的类型税修 搞到航班大乱了 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领到最高的奖金 4.4个月 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有人说 难道是因为台电中油 可以帮民进党的 这个飞和神主牌来献祭吗 淘基还可以帮绿营的权柜超买吗 所以发奖金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手软吗 惠伟哥怎么看 明天大家还是要锁定我们中视新闻 因为刚刚汉庭兄有做预告 我特别的在意 明天赴议案的表决 然后这个我们各大新闻媒体都会开双框 这个哈云宇最会的 很坏 开双框 然后呢 一边用青鸟一边用蓝鸟 那刚刚汉庭兄给我们的这个提示说 蓝鸟人数会比青鸟多 侯岸庭讲的 不是我讲的 明天大家准时收看 如果青鸟的人比较多 我们下次就不要投侯岸庭 好不好 就让他专心去做匪谍 蓝鸟人数会比青鸟多 没关系 因为汉庭兄我们开玩笑 我意思说拼人多人什么没有意义 你人就算比比较多 总统还是赖清德 最近很多人在看赖总统民调掉 他民调掉到10%他还是总统 难道你要罢免他吗 你罢免他也不会通过 所以不要那个 我们这个会期 这个会期就是国营事业预算的会期 你看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个讲了二三十年了 曾立文文没错吧 这讲二三十年了 下会期在战 这个会期不是沿会到7月16 为什么下会期在战呢 他不谈 那刚刚亥云讲说 什么台电中文那个 我都没意见 因为我都没有 那你现在立法院不是在开议吗 不是在开会吗 那你们立委是怎么帮我们去审这些 我跟你讲 刚刚你讲那个中淮油诊 那个我跟你讲 每几年就会炒一次 然后最后就是瞧 然后大家 我问你哪一年他们不是领四个月 哪一年不是 你就叫中油跟台电的工会 来大家来赎赏 那哪一年 每一年都是嘛 那我们何必去在意那些 因为我也不去怪台电跟中油 如同刚刚亥云也讲的 那是错误的能源政策嘛 可是台电中油有争气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昨天西门町停电我很高兴 因为我不住西门町啊 你们就停西门町就好了 让那些就是 观众们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概念说 未来这四年 就是让赖清德表演的时候 赖清德啦 萧美琴啦 郑力军啦 让柯建民他们 让他们表演啊 我们就看他们怎么做 他们如果做得好 我们给他鼓掌 那他们如果做得不好 我们下次不要投给他 就这么简单 这个刚刚这个广告时间 我们听到这个 郑力文委员讲 我很有感触 我讲给大家听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柯P 柯主席 他支持花冬快 因为柯主席已经讲了很多次 我是觉得比较奇怪 柯文哲说 花冬民众值得安全回家的路 这个全名叫做 花冬快速道路 那花冬快速道路 顾名之意 他哪里呢 这个路是怎么开呢 这是花联到台东 台东到花联 这这么简单 这贺文兄怎么讲 这么这么蠢的问题 那刚好没关系 这是我们花联的地图 那我们施政风老师 在东华大学 也这个任教非常多年 我请问大家 花联需要回家的路 是去台东吗 我请问柯文哲 你的花冬快速道路 是花联到台东 台东到花联 花联的地图在这里 花联的经济命脉是什么 花联的交通动脉 是在梳花高 要往台北 对 我承认 花联有一些人会去台东 会去屏东 他会往南走 不过那是少数 绝大多数的 我花联土生土长的 我怎么不知道 那我请问柯文哲 你智商157 我智商87 你盖这个东西给我干嘛 我不要这个 我不需要花冬快 你给我花冬高 我都不要 我要往台北走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去台东干嘛 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请问大家 海南岛的高速 环岛高速公路 海南岛的环岛高速铁路 我们要哪一年才能盖 那你现在跟我讲说 花冬民众值得安全 不是废话吗 我们连海南岛都不如 对不对 然后你再回到我们说 賴清德讲的 我们是世界的解方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们是世界的解方 我们连人家 可不可以拜托 最近侯安平跟民众党走得比较近 麻烦你去跟柯文哲讲一下 我们不要花冬快 你送我我都不要 两千多亿我都不要 台东需要去花莲吗 台东的人比较常去的是高雄 他们离高雄比较近 对不对 至少是谢谢 这个派我来的时候也知道 花莲当时往台北走 我去台东干嘛 你以为我是沈文辰 我来去台东 那么好了 那些政治人物 你不懂就不要 我最后补一句 你知道柯文哲以前发愿讲什么吗 他说我如果不从政 我去台东当医生 他讲的 柯文哲你还记得吗 我猜你是忘了 你大选之前跟我说你要检讨民调 结果黄珊珊做假民调 你有检讨吗 你不是说谁没穿裤子吗 是我没穿裤子吗 要不要站起来给你看 我没穿裤子 是你没穿裤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